原标题 英雄辈出,张家毛矿另行禁止,任人为财,赏罚分明,英明远步,为阔江土发把文广招天下豪杰,并懒有识之事,一时四海之英才振蔽其英,文训争相分治而来,齐去末北,以待策马扬鞭,沙场出鞘,共襄胜举。 便于立志,张家毛矿分封十一路人马,各自安营立战,互通有无,以图后世。 青年率才白绿军自领一军精锐,封号宗才一队,三军士气高涨,将率同心,功无不克,自是所向偏密。 恰两万两千二百零一攻坚,虎狼之师宗才一队便一马当陷,做攻坚先锋军,旗下大将锦马超张力,赛虎持高横,正是英雄才军,虎探报效无门,左右其出,一里上报,玉密的仙头战机,白玉军。 见此二人谦卑至诚便欣然允知,又思其至军匮乏,不免心中忧虑,则令二人签署军令苟,方舒展其眼。 锦马超张力出路征荣张力,陕西未南人士,高八尺有余,面若粉黛,英韵不凡,冠使尺半键盘,文笔秀丽,自带一股英气,颇有侠客之风。 自仗前寿命以来,肃兴艳命,终日研讨矿山推进之法,美海奋进之术,劳心费神,不敢懈怠。 虽喜采梅高手以四岁有余,多时只上谈兵,全无时操之经验,千尺矿山推进,机器设备操作一筹莫展,带兵攻坚易如满目兴华,无从谈起。 天道求行,立身之自身之缺险,笃定心智攻坚矿山一线,探求总会贯通之法,亲临江厂示范,不日便因天资聪颖,深得设备操作,检修之玄机,密得带兵高益。 张力,抗大巡查账架生产一般全则美海推进,烟覆设备维修,十八精锐个个身手不凡,本领高超,立体续士族,同一干将士同进退共患难,获得军心。 美海奋进之中,施展管理创新之法,自创生产分工之模式,不推采煤包港,支架分段,班组长分区管理之优化,有力干剑影之时效,颇得宗采一对将士推崇。 正应了那句,天下风云出我辈,一入江湖岁月催,黄图霸夜谈笑间,不胜人生一场队,在虎吃高横矿山献绝技高横,陕西临州人士,身高七十,虎背熊娇,双手极细,面目离黑,永离过人,满腔暴富,神似三国虎吃徐楚,追随白玉军数载,指马坠灯, 徒报之欲之恩,秦马超张力将场屡见其功,赛虎吃高横自是不甘忍厚,高横,简修作业自投奔宗采一对,横遍立足本职,锐意进取,最新设备之维护保养事业不亦乐乎。 横虽天资愚钝,不耐其用心上进,平素善处处留意,细心观察,密得书门与实际操作之结合药领,多能精准榜卖,克制其药,其绝技徒手换油缸,目测采高声明远波,震慑神舟。 杖下,将士受其言传身教,多能言于律己,后继勃发,自成一派。 麾下主力雄师简修般多其相当,陆立统心,能争善战,堪比西凉。 每日强敌来犯,必同仇敌太,众志成成。 攻坚克难,多见横身先士族,率先垂范,亲力亲为,鞠躬尽瘁,士族感其奋勇,多痛哭涕零,使作骑马前足,愿为骑马首是瞻,将场阴姿气宇非凡。 有时赞约,难而生世间,急壮当风侯,战法有功业,也能守旧旧,成我大碗马,石成荒莫种。 正想害八荒,奋为瑞四荣。 作者,张剧远返回搜狐,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